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财经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些精彩的财经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我们来看看西南九龙维港会的最新租物交投 一个两房单位的尺租竟然达到71元 这真是让人责战在谈闲 这真是让人折舌 结住我们要谈谈港交所与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 合作推出的十美轮金融奖学金计划 这项计划旨在表彰十美轮对香港及国际金融市场的贡献 并为金融学研究生提供支持 真是一项意义重大的计划 最后我们来看看欧洲股市的表现 三大指数均曾上升趋势 其中英国富时100指数暴升41点 德国DRX指数和法国CSC指数也分别有所上升 显示出欧洲股市的积极氛围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财经新闻代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香港这个繁华的国际金融中心 每个角落都充满着故事和变化 最近,西南九龙维港会的租物交投 再次引起了广泛关注 据东方日报 维港会II的一个两房单位 以每月3.5万元的价格出租 创下了乌越两房租赁记录的新高 这个490方区的低成币市 其次租约71元 再次证明了香港房地产市场的火热 自维港会入伙以来一类基录的325中租物成交 本月占入6中 其中双房单位最高月租更达到了4.8万元 与此同时,金融教育也在持续发展 东方日报另一篇报道提到 香港交易所与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 联手推出了10美轮金融奖学金计划 这个以前香港交易所主席 石美轮命名的奖学金计划 则在表彰它对香港、中国内地 以及国际资本市场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每年港交所将拨款20万港元 延续6年支持这个奖学金的运营 以培育金融领域的新生力量 获奖者将有机会参与香港交易商港交易所的工作 交务仅是对石美轮多年来贡献的自尽 也是对未来金融人才的一种投资和培养 在欧洲股市的动态也同样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根据东方日报的报道 英国富时100指数、德国DIX指数和法国CRC指数 均出现了上涨 其中英国银行国民西敏市银行第一季度盈利 虽然下降了20%、27% 但其股价却意外上涨了3% 4%、4%达到了一年年多的高位 相反著名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的股价却下跌了2% 这主要是由于其第一季度的经营利润和现金流均低于均低于预期 尽管公司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需求而增加了员工人数 这些报道不仅反映了不同市场和行业的最新动态 也展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 各行各业的相互影响和联系 无论是香港的房地产市场还是金融教育的发展 亦或是欧洲股市的波动都在不断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经济的发展 而这些变化和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无尽的思考和探索的空间 在金融市场的浩瀚星河中 而股无一成为了外资投资者眼中璀璨的星辰 根据《侨报》报道 今年前四个月 北向资金净满入而股的金额已经超过了2023年全年的总额 达到了惊人的495.19亿元人民币 这一数据不仅展示了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也反映了而股市场的吸引力 在这场外资入侵的背后 是对而股市场众多优势的认可 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基金的创始人瑞·达利欧就公开表示 中国资产的性价比极高 他将继续投资中国阿联博基金则指出 而股市场的低估值和高容错率 以及未来配置比例的提升空间 使其成为全球资产配置者的优选 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瑞盈高盛等国际知名金融机构对而股市场的评级上调 外界对股的乐观预期进一步升温 这些机构普遍认为 在政策的有力推动下 而股市场具备20%至40%的估值上升潜力 另一方面 报报道的香港二手楼市情况也引人关注 中原城市领先指数CCL显示 二手楼价指数连续两周小幅上涨 但新台的减价促销活动 对二手市场构成了一定压力 尽管短期内楼价可能会有反复 但从长远来看 楼市的基本链仍然稳健 与此同时 贾瑞亭和周鸿一之间的隔空对话 成为了科技界的一大焦点 小报报道 周鸿一质疑贾瑞亭在美国造车的决策 认为他没有充分利用中国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方面的优势 而贾瑞亭则回应称 他已经则回应称 他已经偿还了100多亿美元的债务 造车成功并还清债务后 他将返回中国 贾瑞亭的造车梦想虽然充满挑战 但他对于FF的未来仍然充满信心 他强调FF交付了11 虽然目前只交付了11台车 但这些车代表了原创创新和颠覆性的意义 贾瑞亭更是表示 FF的供应链正在向中国转移 未来将把FFH11带回中国制造 在这个充满变数和挑战的世界里 无论是股市场吸引外资的故事 还是贾瑞亭与周鸿一之间的互动 都展现了中国市场的活力 和中国企介家的决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故事将继续书写着 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新篇章 在中国股市场 一场震惊业界的股票操纵案件浮出水面 这集深着一家上市公司 SC美上及其女老板王盈燕 乔报网综合讯报道 王盈燕与私募基金共同参与操纵交易 涉及金额高谈800亿元人民币 最终却以2.38亿元的亏损收场 这一事件不仅揭示了资本市场的暗流涌动 也反映了监管机构 对市场操纵行为的严厉打击 ST美上的困境并非一日之函 证券时报揭示 该公司近年来连续亏损 累计亏损额超过22亿元人民币 面对连续亏损和股价低迷 ST美上最终面临一元退市的命运 这一事件不仅是对ST美上及其管理层的巨大打击 也是对市场参与者的警示 强调了资本市场规则的严格性和退市制度的重要性 在香港房地产市场同样面临着变化 《新岛日报》报道 近年来私人住宅落成量出现波动 预计未来两年将有近4.77万火丝楼落成 尽管落成量有所增加 但面积小于215平方英尺的纳米楼数量却大幅减少 反映了市场对住宅需求和偏好的变化 此外香港的空置率略有下降 显示出房地产市场正在逐步吸收新增供应 旅游市场也呈现出新的趋势 《乔报》网讯指出 五一架七期间 四线级以下城市的旅游预订订单 同比增长同比增长140% 这一现象反映了旅游消费者 对于新体验和深度旅游的追求 随着交通网络的完善和旅游资源的开发 越来越多的小城市成为旅游热点 吸引游客前往探索 这些报道共同描绘了一个多面的中国 从资本市场的风波 房地产市场的调整 到旅游市场的新兴趋势 展现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复杂性和多样性 无论是面对市场监管的严格要求 还是适应消费者需求的变化 中则企业和政策制定者 都在不断寻求平衡和创新 以推动持续发展和繁荣 在这个充满变革的时代 人型机器人的发展和邮轮旅游的新期 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动态 都在向我们展示科技和市场趋势的前沿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些领域的最新进展 看看它们如何影响我们的未来 人型机器人走向普及的潜力 小报网讯揭示了人型机器人领域的最新动态 在英伟达CEO黄仁勋的眼中 都见人型机器人大模型 已经成为I领域中最令人激动的赛道之一 而又逼选公司 CEO在其人型机器人 Walkrad上市仪式上的亮相 更是向世界展示了人型机器人的商业化倾力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人型机器人的应用场景日益广泛 从工业制造到家庭陪伴 无不体现出其深出其sendron的影响力 松和资本合伙人冯华的预言 未来几乎每个家庭都将拥有一台机器人 这不仅是对技术发展的乐观预期 也是对未来生活方式的一种想象 然而产业化的道路并不平坦 中国电子学会副秘书长梁靖指出 芯片高端传感器等底层技术的短板 以及I大模型在人型机器人上的应用挑战 都是需要共同公关的难题 尽管如此 国家对人型机器人的重视和大量的资本投入 都在为这一领域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三亚邮轮旅游市场的复苏 乔报网讯还带来了三亚邮轮旅游市场的最新消息 在疫情后的复苏期 三亚凤王岛国际邮轮港迎来了来自香港的名胜 世界一号邮轮标志着三亚国际邮轮旅游市场的逐渐回暖 随着梦想号邮轮开通三亚往返越南的国际航线 三亚的国际邮轮市场展现出蓬勃的发展势头 海南海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宏的分享 更是体现了邮轮旅游的独特魅力和市场潜力 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邮轮游艇部负责人高永明的规划 更是展现了三亚未来发展国际邮轮母港的雄心壮志 房地产市场的新高 新打日报的报道则带我们看到了房地产市场的最新动态 据房屋局的数据 未来三至四年四楼潜在供应量达到了11.2万火的记录新高 不仅反映了房地产市场的活跃 也预示着未来市场的巨大潜力 建筑中单位售出的楼花单位和已落成单位售出的线楼货位的增加 都在向我们展示市场的供需关系和潜在的市场动态 这些数据不仅对投资者和开发商具有重要的参讨价值 也对普通购房者的决策产生影响 展望未来 无论是人型机器人的发展 游轮旅游市场的复苏 还是房地产市场的动态 都在向我们展示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化 在这样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 保持开放的心态 积极拥抱变化 或许才能在未来的发展浪潮中抓住属于自己的机遇 在一个多变的全球经济环境中 美国、日本和全球其他地区的经济动态 正在经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变化 从美国的GDP增长放缓到日本日元的持续贬值 这些变化不仅影响着国家的经济情境 也对全球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些变化 并分析它们背后的原因及可能的长远影响 首先根据乔报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3年第一季度 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 仅为1.6% 远低于预期的 这一增长率不仅低于去年下半年的4.1% 以强劲增长 也是自2022年春季以来的最低值 与此同时 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CPI-D1季度折合成年率 增长3.4% 远高于去年第四季度的1.8% 显示出通胀压力的加剧 根据师指出美国经济放缓的原因包括企业动货和出口疲软 这些因素抵消了消费支出和大量的住房建设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尽管如此 住房建设近期对美国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 自2022年末以来 经济屡次打破大幅回落或衰退的预测 显示出一定的韧性 但另一方面 《侨报》还报道了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为美光科技公司 在纽约上周的半导体项目提供61亿美元的联邦扑款 这一政策举措旨在推动美国国内半导体芯片的生产 加强与中国在科技领域的竞争 美光计划在雪城北交投资约10亿美元建设一个制造园区 预计将为当地创造数万个工作岗位 从而推动经济复苏 而在日本东方日报告到了日元对美元和港元的持续贬值 每百日元对港元终于跌穿五算 日本央行在最近的一席会中决定维持利率不变 行长直田河南表示将密切关注外汇波动的影响 日元的贬值加剧了日本经济的不确定性 尽管央行暂时认为这尚未对核心价格产生重大影响 这些报道揭示了全球经济中的一些关键动态 包括美国经济增长的放缓 通胀压力的加剧 政府在科技和制造业领域的投资 以及日本货币政策和日元贬值的问题 这些变化不仅影响着各自国家的经济 也对全球市场产生了影响 预示着未来可能出现的新的经济挑战和机遇 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不断演变 各国政府和市场参与者需要密切关注这些变化 以便做出及时和有效的应对策略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收集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助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